班博招牌logo若隱若现 位在台大校园正对面的 肯德基公馆店 9月底洗灯 21年历史画下据点 没想到同一条路上 再往前步行大约一分钟 跟索咖啡厅陆一莎也宣布歇业 公馆商圈连续两家知名业者 接力停业 让不少人相当错愕 可能店租太高了 有些觉得很贵吧 就不会常常来这边吃啊 就是学校里面就会解决了 就是学校就在对面 有点可惜 好像生意还不错 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什么通人都会打 青春南路上的肯德基公馆店 就在台大正门前 是许多校友的回忆 不过近期传出涨租 肯德基不再续约 根据日前租屋网站资讯 一到四层楼拱一百坪店面 一个月租金二十八万元 一楼光是一坪就要九千元 是台大公馆商圈中 租金水位最高的等级 原本是两间透天错打通 房东也是不同人 其中一间已经找好下家 肯德基回应考量到 整体营运与商圈规划 决定结束营业 但也强调会继续拓展实体店面 餐饮业现阶段有蛮多的业主 确实会去做一些业态上面的调整 也因此会不大需要大一点的店面 公馆商圈的这个讨论度上面 其实这几年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可能业主会去做一些其他规划 绕行公馆商圈处处客舰出租招牌 早在2022年5月 许多邻近店家就接连倒闭 实体店面月租金二十万起跳 加上学生大多都有网购 商圈荣景已经不在 记得预先行草文宁台北报导 最后都是袭克宫超限的 找客参当社 highness dele 就会ест似的还有您好 帮 staffing 偶尔百许 日末 과를将会底部 持有聊天 整个人都会开